欢迎来到我们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磅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中德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对话合作机制 首次高级别对话在北京举行 双方探讨了工业减碳能源转型 可在生能源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释放了很多友谊信号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央 福建号航母被国内媒体称为全球最大常规动力航母 这艘航母配备了电磁弹射系统 显示了中国海军日益增强的实力 最后我们来看看 Euro2024欧洲足球锦标赛的最新战况排名 波兰在输掉两场比赛后垫底 成为首支被淘汰的球队 而西班牙则以两场胜利稳居榜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在欧盟你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背景下 中德高级别对话 在北京举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诈杰 与德国联邦副总理 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哈贝克 共同主持 此次对话是去年签署的 中德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对话合作 机制谅解备忘录的首次高级别对话 旨在推动工业减碳 能源转型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郑诈杰在会上反驳了所谓 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的论调 强调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违背市场规律和经济常识 保护主义只会拖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主任任生龙认为 这次对话将有助于中德两国 在气候变化与绿色转型领域 进一步加强合作 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促进绿色技术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明镜新闻台 中共内部的权力游戏愈演愈烈 是党劫持了习近平 还是习近平绑架了党 尽管习近平是当权者 但如果他的政策引发社会动荡 他可能会被处理 中共内部与习近平存在矛盾 但更深层次的是 中国人与习近平一伙人的博弈 明镜新闻台总部设在纽约 主要播报中国与世界各地新闻 提供全球新闻和学者评论 中共权力的博弈 不仅仅是党内的斗争 更是对国家未来走向的深刻影响 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和政策方向 引发了广泛讨论 特别是在面对国际压力 和国内挑战的背景下 如何平衡党内权力和社会稳定 成为关键问题 局势 EURO2024欧洲足球锦标赛 最新战况出炉 波兰在输掉两场比赛后垫底 成为首支被淘汰的球队 而西班牙则以两场胜利稳居榜首 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同时 中国福建号航母亮相 被国内媒体称为 全球最大常规动力航母 这艘航母配备了电磁弹射系统 显示了中国海军日益增强的实力 最后 我们来到美国加州 175年前的淘金热 让这里名声大噪 如今 位于萨克拉门托东北35英里的澳本小镇 再度成为旅游热点 吸引着众多游客来此探索历史 和体验淘金乐趣 波兰的实力和西班牙的胜利 展示了足球世界的激烈竞争 而中国福建号航母的亮相 则标志着中国在军事领域的重大进展 明镜火拍报道指出 美、额、中三国 在核试验设施上的更新 引发了对军备竞赛倒退的担忧 尽管自1996年签署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来 这些国家都没有进行过地下核试验 但却在对核试验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 中国西北部的罗布伯 已指变化尤为显著 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 台湾媒体上报讨论了 马英九是否会相信习近平的言论 指出中共对台行动 不会因台湾内政变化而改变 尽管习近平曾表示 不会被美国诱骗攻击台湾 但这是否能让马英九相信 仍需观察 德国内政部长哈贝克访华期间 强调了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重要角色 呼吁中国减少煤电 寻找安全的替代能源 并讨论了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可能性 这可能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华尔街电视报道 中国福建号航母成为全球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 配备电磁弹射技术 展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海军实力 并向南海和东海各方发出警告信号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强调 尽管与中国海警的冲突 导致非军人受伤和船只损坏 菲律宾不会向任何外国势力屈服 这一事件引发了美欧日澳等多国的谴责 南海领土争端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美国住房市场方面 哈佛大学的报告显示 美国租房者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2022年有超过1,210万租户 将超过一半的家庭收入 用于住房和公用事业费用 比疫情前增加了150万 显示了当前住房市场的严峻形势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重谈美国延误 向已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 尽管拜登政府否认这一指控 内塔尼亚胡坚持称 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武器装备 出现戏剧性减少 尽管以色列高层官员 曾在各个层级游说美方 加快武器供应 但效果不佳 内塔尼亚胡 希望美伊之间的分歧能很快化解 与此同时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启程前往华盛顿 与美方官员就加沙战争 和以离冲突 展开至关重要的讨论 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 和武器供应国 但美国政府对加沙大量平民伤亡 向以色列表示关切与不满 内塔尼亚胡称 以色列需要美国的武器 去打一场维护生存的战争 目前不仅在加沙 与哈马斯武装分子交战 还在以北与黎巴嫩针 阻挡武装隔空交火 商报报道 Jiora党总主席 阿尼斯·马塔 在6月22日的记者会上透露 2024年当选总统帕拉波沃 与印尼前进联盟 Kim 政党总主席 举行了重要会谈 主要讨论了印尼的防务战略 阿尼斯·马塔强调 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 不确定性 和各地冲突的高度紧张 印尼必须拥有强大的防御系统 以维护国家主权 帕拉波沃被认为 具备正确的愿景和使命 有望将印尼打造成防御领域的强国 此次会谈不仅包括 Kim 政党总主席 还包括国有企业部长 埃利克·多西尔 及多位政党领导人 旨在确保 政府与帕拉波沃 及其支持者的战略概念一致 中央社报道 畅销书《红色赌盘》作者沈栋 在社群媒体X上发文称 台湾将在未来10年 成为东亚最耀眼的明星 沈栋列出三大原因 首先是文化传承 台湾保留了真正的中华遗产 其次是地缘政治 台湾重新被纳入国际社会 最后是制造实力 台湾在半导体 机器人 资料中心等领域 占据重要地位 沈栋曾是中国政商关系 最强大的商人之一 但因习近平加强 对国家和企业的掌控 他于2015年离开中国 移居英国 并通过红色赌盘一书 揭露中国官场的腐败 华尔街电视报道 在今天的突发事件节目中 主持人乌龙虎 介绍了日产 关闭长洲汽车工厂的消息 由于中国对电动汽车需求增加 传统汽油车销量下滑 日产决定减少在中国的产能 接着 节目介绍了一位 来自中国的17岁时尚 设计学生江平 他在全国数学比赛中 击败了AI和来自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 表现引人注目 最后 节目关注尼日尔的局势 尼日尔原本希望通过一条 中国支持的石油管道 成为石油出口国 但去年政变后 这一计划面临内外挑战 中国新闻01 在中国 科学家们正利用基因编辑工具 Chris Pair进行突破性的研究 成功破解了自然选择的漏洞 他们通过这一技术 提升了植物基因传递率 大大减少了除草剂的使用 这一创新 不仅有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还能显著改善食物安全问题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 前中国顶级运动员 吴中华的励志故事 吴中华曾在赛场上风光无限 但在一次脑部手术后 部分瘫痪 然而 他并未被命运打倒 反而通过社交媒体 激励更多人 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 吴中华的乐观精神 和坚韧不拔的态度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美国之音中文网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 在巴拉旺岛颁发奖章时 坚定地表示 我们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吓倒或压迫 他赞扬了菲律宾海军 在面对挑衅时保持的克制态度 巴拉旺岛 是距离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潜滩 最近的主要陆地 近期菲律宾海军与中国海警 再次发生了激烈冲突 马克思的讲话 不仅是对海军的肯定 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坚决捍卫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由来已久 这次冲突 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世界日报 在2024年大选的竞选过程中 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 对经济的看法大相径庭 纽约时报的事实查核显示 拜登执政期间的通膨问题仍然严峻 而川普所夸耀的经济成果 也因新冠疫情而大打折扣 川普在竞选活动中 夸大通膨数字 称其高达50% 但实际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自2021年1月以来 仅上升了20% 拜登则在采访中 错误地表示 通膨已从9%降至3%左右 实际数据 是他上任时 CPI年增率为1.4% 此外 川普还声称 非法移民 夺走了所有就业机会 但官方数据显示 美国在拜登执政期间 增加了超过1500万个就业机会 拜登也在演讲中 夸大了减税政策 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实际情况是 高收入者受益更多 两位候选人的言论 在竞选过程中 不断受到事实查核的挑战 经济问题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德国副总理 兼经济核气候保护部 部长罗伯特·哈贝克 在访华期间 呼吁中国放弃煤炭发电 寻找安全替代能源 他强调 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指出 减少煤电厂的使用 是实现能源安全的可行途径 哈贝克在北京 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郑炸杰举行了首次高级别对话 并在上海和杭州继续访问 他表示 中国扩大煤炭生产 是出于安全考虑 同时也在发展新的可再生能源 哈贝克认为 延伸电网和使用电池储能 可以减少对传统煤电厂的依赖 并指出经济增长与应对气候变化 并不冲突 访华期间 哈贝克还提到 中德和中欧经贸关系 面临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关税的争议 明镜电视报道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前 加强对军队的掌控 背后可能有彭丽媛的秘密 政治联盟 中纪委发布诡异警告 暗示某些高层人物 可能面临危机 引发外界关注 同时 一名在北京街头 自称拥有外交或免权的女子 因与路人发生争执 而走红网络 反映了部分公众 对所谓特权阶层的不满 明镜电视的节目 还涵盖了国际政治 经济金融 军事法律等多方面内容 力求打造多元 真实 独立的媒体平台 中国新闻01报道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 进一步升级 菲律宾海军与中国海警 在第二托马斯潜滩发生冲突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强调 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 表示不会挑起战争 与此同时 深圳大学团队 在海上封电 直接使用海水至清方面取得突破 至清纯度达到99.9% 至99.99% 这一成果 已刊登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 此外 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清华 访问俄罗斯 与俄方共同主持 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会议 强调 双方将不断巩固政治互信 深挖合作潜力 进一步加强中俄关系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